安い 安い 安い就是便宜 那我們看看例句喔 このバッグ 安いけど 可愛いね このバッグ 安いけど可愛いね このバッグ 這個包包 安い 後面有出現けど 然後再來說可愛いね 安い可愛い 兩個形容詞出現 中間用けど けど是什麼意思 所謂的 逆接的接續詞 逆接接續詞意思是 但怎麼樣 但是怎麼樣的意思 那一形容詞的後面 可以直接加けど 安いけどけどけど 可是怎麼樣 雖然很便宜 有可能便宜的話就想到 材質質感沒有那麼好的 也不好看 不可愛 但是呢 這個不一樣喔 雖然很便宜 可是很可愛 是這樣的意思 有可能你初步學過的是 安いですが 有沒有學過 ですが 對這邊說的けど 跟ですが 是一模一樣的意思 けど的語氣稍微 口語 而且是比較 對平背的說法 可以嗎 好 那以上就是 YASI 的例句解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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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